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造了个性不同的装置艺术品 那么他从不懂得艺术 纯粹从嗜好出发 到能够创作出受到国际认可的作品 靠的都是平时的生活态度 和对爱好的坚持 35岁的卢慧敏 从小就喜欢动手做手工艺品 这或许同自小就帮妈妈缝制婴儿鞋 和其他手工纺制品有关 放学回来 他测完了就一条这样 很多鞋子这样一条一起 我就会帮忙剪他的线头 现在想回去就讲 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这种 用手去做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大的影响 然而老一辈的人总认为 靠双手劳作前途有限 因此慧敏的母亲鼓励他修读电脑编程 19岁就从医保来到新加坡谋生 慧敏六年后 也就是2006年 在偶然的机会下到访拉萨尔艺术学院 并决定报读美术基础课程 并慢慢建立艺术创作的信心 慧敏过后到一家花店当插花助理 并从中找到新的创作方向 他在2009年把作品寄到比利时 参加顶尖国际花艺年刊 International Flora Art的征选活动 他的作品《美女野兽》 最终获选刊登在 2010至2011年度刊物里 进一步鼓舞了他 为什么是叫Beauty跟Beauty呢 就是讲好像Beauty 通通每个人看到花 就是讲它很美 很漂亮 但是马桶是一个很脏的东西 你没有想到 其实可以用马桶去做画品 做了四个作品是用马桶的开店 那个是我 其实我觉得是我第一步爬出去 慧敏不算从小就充满了艺术细胞 但是天生好奇的他喜欢从生活出发 不断尝试以不同媒介来创作 虽然不是全职的艺术家 但是经常受到不同的机构委托 用艺术来表达信息 慧敏的绘画显示出他好玩与幽默的个性 他另类有趣的表达形式 也引起美国服装品牌Gash注意 在2011年 慧敏和一群新加坡画家 受邀为公司设计一系列的环保袋 深受毕加索画风影响的慧敏 也以分拆元素组成抽象画面的风格 创作新作品《脸》 其实第一个最新我的就是人的眼睛 拿这个人的眼睛 鼻子 另外的人的口 称赞起来就变成一个新的人这样 新的性格这样 慧敏在创作之余 也帮忙未婚夫经营相机零售店 他因此对及时成像摄影产生兴趣 从中发现了洗照片的新技术 移膜 也就是通过及时成像胶片的表面层 把影像转到其他物体上 2011年11月 及时成像胶片公司 The Impossible Project 首次委托惠敏制作一系列的移膜艺术品 慧敏跟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共为他们创作了三个不同的装置艺术系列 其中一个作品 表面层下 Beneath the Surface 除了在新加坡 还在香港 台湾 澳大利亚等地展览过 这个作品鼓励了人们更深入了解 及时成像胶片的用途 也表达了慧敏对人生的看法 不要看只是外表 外表你看每次你拍了一个照片 就是一个照片这样 其实那个照片的后面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在这之后 慧敏商业邀约也越来越多 包括受德国著名摄影机制造商莱卡委托 尝试把二维画面变化为立体的视觉效果 慧敏是代表新加坡的唯一艺术家 同六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合作 他们要找七个不同的艺术家 就是从不同的国家的艺术家 去用这相机去拍他们的自己做工的过程 那时候就想到 3D啊 3D就是讲要有一些活的东西 从一个照片度地来讲 我怎么样带一个扁的东西 去一个活的世界 我就想到 我去做一个箱子这样 我就从这个突击的东西 我就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弄回好像一个活的盒子这样 慧敏就利用陶土人 相片和其他物质拼洗的箱子 创作了这个作品第六感 来表达手工艺和数码相机的相遇 慧敏的另一个创作 则是回到当初的起点 花 过了几个不同的试验 我就想到我要回去做画 用真的东西去搬去 这个假的东西这样 但是这个看起来 好像真花 这个就是假的 就是从那个开脸 真更假 慧敏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 然而他有始至终 是以兴趣为起点 其实没有想过会做艺术 也是没有想过会盗制你 其实那时候就想 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了 二十多岁才开启 艺术创作道路的慧敏 能够有至今的收获 确实不易 他的例子也或许鼓励了 想要尝试艺术创作的朋友 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想要多了解他的作品 可以浏览他的网页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浏览我们的 Facebook网页 或者是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以及应用程序 我是蒋焕 我们稍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